楊承琳 你一直跟我這個快40歲的人說 你一直跟我這個快40歲的人說 你想跟我有另外一段關係 可是我告訴你這是不可能的 沒有開玩笑 因為我有兒子了 沒有啦那個 承琳還在開玩笑 然後我只想跟他講說 你很漂亮 然後長得也很文靜 不要沒事把自己搞那麼醜 我看得很心酸 幾年來 楊承琳拍了不少電視劇 讓他得到磨練演技的機會 努力向實力派的路進發 雖然當初的評級 並非針對實力 從內部戲開始 那承琳也受到了很多人的矚目 之後偶像劇也都是一部接著一部 來拍 那麼好像到了愛情白皮書那時候 你已經是擔任了第一女主角了 尤其那個角色是要從學生時代 也到社會人的時候 那時候你會不會覺得很緊張 尤其又是自己當第一女主角 那是我第一次當女主角 然後等於說是在既流行花園之後 我第二部戲就是愛情白皮書 然後就要擔任女主角 我覺得那是有一個非常大的重責達人 而且我那時候才17歲吧 我從17歲拍到18歲 我根本是一個娃娃臉 然後穿那個大人服裝的那種人 然後好家在那個時候胖到50公斤啊 看起來稍微像那個少婦啊 就因為胖所以感覺會比較老一點這樣子 可是又因為那個時候的肥胖 然後遭到了很多觀眾的攻擊 我知道你也因為那個時候的肥胖啊 然後就下了一般的苦心要努力的減肥 可不可以把你那個什麼減肥的血淚史 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真的遭到很多人的抨擊 都說偶像劇就這部戲說 還有人講更嚴重說這部戲是 是完全都非常的好 唯一一個缺點就是女主角找我 因為太肥了 而且因為余文樂又因為這部戲很紅 那余文樂現在在很多地方大家都知道 對 然後他又是非常英俊的一個小生啊 然後他在那齣戲又必須要抱我啊 一直跑一直跑啊什麼的 然後其實坦白講 那時候拍戲的時候他一直罵我 你怎麼這麼重啊 一直罵我說你可不可以假白啊 就一直弄那種香港國語在罵我說 你太肥了太重了我抱不動 然後他又要來回跑很多趟 然後通常啊就是要拍特寫要噴那個汗啊 他根本不用噴汗 他直接飄因為我太肥了 然後他就一直罵 然後我就覺得演員也說觀眾也說 那就真的是我的問題 然後連我媽媽都看不下去 我媽就說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吃了 就一直一直跟我說真的衣服穿不太下 後來我冷靜的思考發現 的確我牛仔褲好像藏在衣櫃藏很久 後來我才減肥 而且在半年的時間瘦10公斤 然後是每天晚上5點以後不吃 對然後後來就很瘦變得 就真的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衣服也都可以穿 然後許久沒穿的牛仔褲也拿出來穿這樣 可是問題是 我就是那種氣球體質啊 又胖又瘦又胖又瘦 所以我真的隨時就是在減肥的狀態 那又隨時又是大吃的狀態 那像我現在的狀態就是在減肥 對 因為剛才跟陳寗在吃飯的時候 她的午餐就是一個櫻桃 就幾粒而已 對 那妳看嘛好像妳說嘛 妳呢在一個偶像劇裡面變胖呢 也會被觀眾批評 那麼尤其入行之後呢 這名度呢慢慢的提升 有的時候呢不只是觀眾 有時候媒體啊寫的 這個報導或什麼之類的 也都是會這個批評嘛 那時候呢面對這樣子呢壓力 有的時候可能是無理的這個 這個抨擊啊之類的 對 會不會自己很難試 要怎麼樣去調適自己 哇 我真的覺得 我就是出道以來的那個新聞啊 都還蠻無中生有 然後都還蠻倒楣的 我覺得如果是事實的東西 我就真的就算了 可是我真的看過太多太多 是很糟糕的啊 然後那種亂編到一個極點 說我去跟人家什麼圓交那種 還怎麼被包養 我就覺得真的太誇張了 然後我媽媽看了比我更難過 因為她是生我養我的人 她覺得我的乖女兒怎麼被寫得 好像怎麼會這麼爛這樣子 然後她會很心疼 那也不曉得外人的眼光是怎麼想 然後後來因為 因為就身邊蠻多樂觀的朋友 因為我比較悲觀 那那些樂觀朋友都會說 真的不要因為一些小事 影響你的人生啊 那時間可以證明很多很多事 所以我就覺得 嗯 沒錯時間可以證明很多事 是誰開了廁所水閥啊 每天最繁忙的時間 毛桶最容易噴屎啊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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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過飯了 沒有啊 我已經兩天沒吃了 不知道為什麼不餓 兩天 你有病啊 不是啊 那為什麼不吃啊 從看楊成林兩年前的作品 你會察覺她長大的不少 要了解她的成長歷程 讓我們一起從起點 華岡藝術學校出發 都說我不餓了 其實我必須說這個台子的事 就以前我們班好死不死啊 就是因為我們是 以前是舊校社 現在已經又變新了 然後舊校社的學生 一定要站在這邊 因為像這邊的人 他們可以直接站在教室前面的走廊 就可以看到這個台 但是我們在後面的教室的人 就要站這邊 但問題是 第一排的人大概都這麼近吧 校長就在這邊 整個人頭那麼牙齒 看到校長的鼻孔 好死不死 我又是那種站在第一排的人 然後我又是很 站很久都會想吐人 所以每一次站到一半都 然後就走掉這樣 然後校長在那邊講話講一講 就看這學生怎麼都跑掉 對 怎麼那麼不專心 對 重點是我們班 又好死不死 而且是在正中央的最前面 所以就很容易 如果你可能偷吃早餐 或者是沒有認真大聲地唱國歌 就會被媽 因為校長是非常熱愛唱 那個校歌以及國歌的校長 對 所以 因為以前校長好像是國樂還是喜樂科的導師 對 所以他就很要求 國樂還是喜樂科 國樂科 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一定要 在那邊唱很大聲 然後要讓他聽到 但是我大部分時間是待在教室 因為就是我們的學校 大家都會誤認為 就是誤以為華剛異校 是一個好混的學校 然後學課不用讀的學校 其實非常嚴格 衣服就是一定要紮進去 然後男生要記腰帶 這個沒關係 一定動服 體育服沒關係 所以大家都很喜歡穿體育服 然後可是制服就是你要塞進去 然後襪子 襪子 然後像旁邊有一個牌子都不行 對啊 NG 但是現在有開放 對 剛好現在在我身旁的 這一些學弟妹 他們現在的導師是我以前的導師 然後我們那個導師他的興趣就是 請男生替平頭 沒有 都沒有 其實這兩個都算挺標準的 但是以前我們班得更乖 就是當兵的平頭 其實是帥哥 是紅花頭 真的喔 可是之前 那你知道之前 想不到老師變本加力 沒有耶 之前光頭還會被罵 對 對 就是又會嫌減太短 或者是像剛出獄的人之類的 雖然受學弟妹簇擁 楊成林不承認是衣錦還鄉 因為她覺得高二休學是人生大遺憾 疼她的師長對此也感到很可惜 坐在我們中間的就是這個楊老師 那也是陳林以前在這間學校的這個導師 那麼楊老師就很難得的就是上鏡頭說說她的學生 真的 那想問問楊老師其實以前那次 你在學校的時候是一個怎麼樣的學生 從招生一直到她 我在當她的導師過程看起來說 我覺得她是一個滿特殊的人 招生你都記得 因為我們這個科叫戲劇科 然後有一些學生如果她有特殊才藝的話 我們會特別注意 尤其是譬如說她是學舞蹈的 她原來在國中學舞蹈 所以她的肢體 在當時我們在考試的過程中就會覺得 她有 比跟一般學生是不太一樣 當然她們那一班裡面 後來招進來就是說 有很多也滿優秀的 可是她就是當時這樣看的話 我覺得在招生到我當她導師 我覺得她有她特別的那一面 確實有她特別的那一面 而且編舞能力也滿強的 編舞能力滿強 她當然也幫助要編了一個 出去比賽的舞蹈 那當然最後也得獎了 因為那時候在士林 一個叫士林完樹節的 她滿優秀的我覺得 在學習的過程中 老師不是因為剛才陳寗這樣 我希望妳不要講壞話 就特別的 特別的 好 妳現在是來到福利社對不對 對 然後 那個有一個東西一定要拿 這個 這個 台灣的小孩一定知道的 對… 妳喜歡這個口味 我其實這幾個口味都喜歡 都拿 這一定要吃吃的 對… 巧克力 小朋友最愛吃的 好香喔 阿姨現在沒有綠豆湯了嗎 還是有喔 真的嗎 那就妳要不要喝兩碗綠豆湯 好不好 湯少一點 那個QQ多一點 對… 都… 就是其實還好我們很幸運 在上課時間 對… 關下課時間喔 就有很多同學在那邊… 很擠 重點是拿那個熱湯的時候 你幾乎就是手會… 就是都會被鍋到吧 對… 因為人是那種很多很多的 對… 所以就要很小心這樣子 對… 對… QQ多 對… 不會… QQ家人嗎 對… 謝謝… 好 哇… 好多 而且要看上面那個菜單 對… 以前還沒有那麼多菜單耶 現在多了一堆 好… 不覺得很幸福嗎 真的喔 我覺得還滿幸福的 跟… 很像大學耶 因為好像大學女生的那個… 就是他們的… 都有一個飯堂喔 我覺得… 我們花崗還滿像的 還不錯喔 對啊 還有… 會搶到位子 根本就是奇蹟 不管是綠豆湯 巧克力還是小舞台 每一種都帶來非常珍貴的回憶 最讓她興奮的 當然是熟悉的校歌 在身邊響起 花崗將雪 乘中原直到頭 揚名風光 揚名風光 接著明天 我全身問 神思明辨 已有正知方的理性 其所不遇 無事於人 有所不得 盼求助期 為天地理心 為生命黎明 為往生集結學 為往事開太平 这一千人刚做出万里流 这一千人刚做出万里流